第170集 赵磊咬牙切齿,闷声道 方平,咱俩没完 哼,你老是再欺负我,我还跟你没完呢 你 别拧拧你的,等你进了二品榜单,再来说话 赵磊气得够呛,也不吭声了 方平说得对,我得靠实力说话 等我实力超过了方平,我非要当着全校的面 把这王八蛋打成猪头,保持一年的猪头形象 唐风耳朵间,两人的说话,他也听到了 有些无奈地扫了赵磊一眼 那小王八蛋三品了,你进二品巅峰 他说不定三品巅峰了 唉,看来以后少不了看猪头了 在接下来的地窟常识课,实战训练课 生存课几项课程中,取得优异成绩 都会有学分奖励 除了考核的奖励,每天 特训班还会有十个学分的日常奖励 唉,老师,奖励怎么呢 方平这次真的没忍住 他现在听到奖励就心仰 真不是故意找茬 唐风瞪了他一眼 这次倒是没训职的 开口道 日常奖励以当天课程的导师意见为主 不公平 方平马上道 我觉得这样不公平 那你说,你想如何 我,我觉得可以让班上的同学 每天日常投票 票多着拿学分 唐风有些诧异的看了他一眼 这么民主 其他人也有些怪异 方平这么说 大家都有机会 那就成了看人缘了 谁人缘好 谁拿到奖励的概率就大 每天十学分 不是小数目 这个特训班最少持续两个月 也就是最少六十天 六百学分的奖励 唐风想了想 觉得好像也不错 这样的功学 就算被人垄断了 也意味着班上出现了一位统治级的学员 这对于地窟战争 反而是好事 至于方平 唐风觉得希望不大 可以 方平为言摩拳擦掌 前面坐着的杨小曼 转身小声道 你没毛病吧 这不是平白让学夫给别人吗 陈鹏飞他们的支持者很多他 方平哼哼道 一切还是得看实力说话 明天早上 我一个个找过去 和他们好好谈谈 不选我 咱们走着瞧 只要拉到五十人 这六百以上的学分 哼 我就笑纳了 方平盘算了一阵 又小声道 你们八个都得偷我 一个月三百分 我拿两百分 剩下的给你们 你觉得你真的能拿到 傅昌顶惊讶地问了一句 至于方平分他们八个人 一个月才一百学分 大家都没什么想法 真要靠他们自己 说句不客气的 除非杨小曼和陈云熙 动用美人计 要不然一个学分都别想 大家投谁 也不会投给他们这些新生 当然能拿到 舒服四十二人就够了 方平算好了账 又到 班上的学生名单 回头给我一份 人员好的 给我标注一下 四十二个人 不用人人都揍一顿 把几个小团队的灵魂人物 揍一顿 这就差不多了 实际上工作量不大 见他自信满满 几人也不再说话 方平能做成最好 大家赚一点算一点 做不成也无所谓 他们九个人联手 有时候也未必拿不到 还是拿一份算一份 唐峰也不管他们怎么想 再次叮嘱了一些事项 未来的安排 第一天不上政课 等到说得口干舌燥 唐峰也准备离开了 方平忽然道 老师啊 今天学份不发吗 唐峰愣了一下 方平大声道 这也算是开课了呀 您说的话 不会不算数吧 唐峰无语 开口道 算 现在投票 大家好 我叫方平 出战过魔舞交流赛 我为学校流过血 为学校争取了 金五百分之十的资源 下学期 咱们的好处多多 这话一出 众人都一脸懵 这也行 方平知道 第一天大家都没商量好 也没谈头 现在投票 分散的概率极大 自己拉上新生其他八人 加上自己 九票再手 再露个脸 几乎稳拿第一天的学分 另外也能探查一下 谁的人缘不错 支持率高 投票就可以看出 明天 不 今晚就可以上门谈谈 唐峰也不管这个了 看了看时间到 速度 三分钟解决 众人都没办法 只好开始投票 方平还在一直念叨着 我叫方平 我为魔舞流过血 傅昌顶几人都没话说 你确定你流过血 不过方平盯着他们 几人哭笑不得之下 也只好投给他 第一天 他们也没指望拿学分 很快 投票结束了 唐峰拿到投票 随手翻了一遍 开口道 方平十六票 第一 学分自己去领 丢下这话 唐峰直接离去 方平则是连忙上前 将投票结果拿到手 准备回去看看 顺便找人聊聊天 看看他忙碌的样子 傅昌顶叹息道 我就知道 有好处 他跑得比谁都快 平时你让他多说一句 他都嫌累 这家伙 没救了 陈芸汐小声道 可能和他家境贫困有关 傅昌顶翻了个白眼 贫困 我也贫困 你支持我点呗 方平还贫困 他光是卖单要都卖了多少钱了 四五千万 再加上任务收获 方平这大半年下来 赚了多少 最少也有五千万朝上 这叫贫困 这要是还贫困 五大有富人吗 没接着话茬 傅昌顶转移话题道 明天开始正是接触地窟的一切了 想想都有一些激动 你们聊 我先回去了 他正说着 方平回来了 打了个招呼 迅速离去 看他走得匆忙 陈芸汐不由道 他 不会真要去找其他人吧 几人对视一眼 接着傅昌顶小跑道 嘿愣个 看谁去啊 方平这家伙 绝对不会让这么大的好处旁落 这下有好戏看了 众人也反应了过来 也纷纷跟了上去 而前面的方平 已经从储物柜 取出了自己的木匣 提着木匣 就迅速往教学楼门口走 看着架势 要堵门啊 傅昌顶几人都看得目瞪口呆 近百人你也敢堵 这可不是一群非舞者 也不是刚入学的新生 都是二品舞者 这不是作死是什么 唐松廷也难难道 现在都流行作死了吗 武道社的秦凤卿天天作死 天天挑衅四品的张宇 傅昌顶也作死 可好歹被揍了一次就老实了 现在倒好 平时还算踏实的方平 也开始作死了 这难道作死才是变强的真谛 唐松挺沉思 是变强了才作死 还是作死才变强 这个逻辑顺序 自己要理一理 教学楼正门口 方平一夫当官 大声道 于上华 张子薇 陈鹏飞 这三位师兄师姐 出来认识一下可否 准备各自散去的人群 微微有些喧闹 这小子要干嘛 废话 明摆着的事 要不挑战刷排名 要不就是 想让大家支持他 以后投他的票 于上华二品榜第三 张子薇第五 陈鹏飞第八 他确定不是找死 那可未必 没有金刚钻 不懒瓷器活 毕竟也是排行榜 前二十的二品巅峰舞者 鹿死谁手 尚未可知 众人小声议论着 很快 人群中走出一人 留着两边产的发型 看起来有些急傲 青年走出人群 看了方平一眼 冷清道 我是于上华 方平正想说话 旁边再次走出一人 是个女人 标准的瓜子脸 长发扎了起来 显得格外干练 女人迈步走出 淡笑道 张紫薇 陈鹏飞 最后一人 则是快头硕大的壮汉 陈鹏飞迈步走出 笑呵呵道 方学弟 败出这么大的阵势 有何指教啊 方平见三人都出面了 笑呵呵道 三位师兄师姐 别误会 我刚刚看了一下 三位加在一起 投票总数是三十二票 不用看 我就知道三位不是一般人 可几位都是大二大三的学者 我想也不缺这点学分 所以我希望三位 能支持一下我们这些新人 亲生不易啊 于上华直接打断道 废话就不用说了 你想拿学分 我们也想 之前我们还在商量 要不要好好谈谈 既然你主动找来了 那简单 比一场 输了 我和我的朋友 以后都会投你 赢了 你们大一几位新生投我 就这么简单 说吧 又道 你能替他们做主吗 方平侧头看了 傅昌顶几人一眼 傅昌顶笑咪咪咪道 我们意见 投谁都一样 其他几人也微微点头 方平是大一的最强者 他都输了 那其他人都没戏 一个样 方平见状笑道 好啊 我同意 接着转头看向另外两人道 二位是什么意见 陈鹏飞抱着胳膊 满不在意道 你赢了于上华 我投你也行 也不是什么大事 不过你要是输了 你投于上华了 残也没什么好处 这样吧 你输了 给我三十学分就行 如何 显然陈鹏飞觉得 自己没必要上阵 方平赢了于上华 他也不是方平对手 输了于上华 票都没了 打一场 没太大意义 三十学分 方平笑道 可以 不过陈师兄一人可不行 我赢了 你这边最少要给我拉十票 如何 可以 从明天开始 一直到结束 大家都是舞者 也别玩那些小心思 没意思 方师弟倒是心眼多 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 陈鹏飞吃笑一声 一旁的腹肠顶一脸失望 合着 这俩人不打 方平打于上华 有什么意思 打陈鹏飞呀 搞定了陈鹏飞 方平最后看向 三人当中唯一的女生 张紫薇 这也是魔舞唯一一位 进了二品榜单 前二十的女生 张紫薇淡淡道 想要我投你 简单 赢了我再说 其他人的事 和我无关 很明显 张紫薇不认为 余尚华可以代表他 余尚华也不在意 看向方平道 我可不是男舞的顾雄 方学弟考虑清楚 受了伤耽误了进度 别怪学长欺负你 哪能啊 方平轻笑道 不过我也想和余师兄提一句 我刚踏入三品 余师兄不会介意 我以三品占二品吧 三品 众人眼神微变 人群中有些骚动 余尚华几人倒是没太在意 张紫薇淡然道 未尽高端的三品 没区别 何况三品也是你的实力 本就看实力 难道还能不让人进步 没有义愤填膺 也没有惧怕 大家都是学生 方平突破到三品 那也是他的能耐 何况 这还是他们的学弟 三品高端以下 就算和二品有区别 区别也只是气血上限高一些 脆骨数量多一些 并未产生实质的变化 这时候的方平 战法爆发威力 和他们相当 不会出现随意一招 就打得他们无法防御的地步 另外 方平突破三品 其实也意味着 他没多少时间修炼战法 反而还不如停留在二品 巅峰的方平 更让他们忌惮 一如当初全国交流赛 二品的两位舞者 也不如一品巅峰的含蓄 方文响几人 更让人忌惮 世界敞亮 方平夸了一句 询问道 那二位谁信来 人群中 有人打趣道 方学弟都三品了 要不一起上得了 方平脸色微微变换一下 又有人刺激道 三品打二品 一打二也正常 要不然 咱们可不甘心 投给小学弟 这算是偷换概念了 二品巅峰的 于尚华和张紫薇 一个是第三 一个是第五 这俩人 单独一人拉出来 都不会比一般的 三品中段舞者弱 两人联手 遇到了三品高段舞者 也不是毫无反击之力 方平虽然尽容 三品 可并没有出现质的变化 单对单 都未必是对手 更别说一对二 打一般的未入榜的 二品巅峰舞者 方平一个打三个 都没难度 打五个 说不定都轻松 可对上面前二人 张紫薇和于尚华 都没说话 有些玩味的看向方平 人群中 再次有人笑道 之前方学弟不是说 要挑战社长吗 社长可是四品舞者 难道 这就是方学弟 大放厥词的底气 三品对二品都在考虑 那三品对四品 哈哈 对于方平的嚣张 武道社早就有人看不过眼 一个新生 以为这是普通武大呀 刚入学不久 就口出狂言 要挑战武道社社长 这把魔武武道社 看成什么了 之前大家不熟 也不认识 那就算了 特意来找茬 对这些人而言 没意义 耽误时间 可碰上了 方平现在也不是真的强的 让大家绝望 刺他几句算什么 在场的一些二品巅峰舞者 自信哪怕自己上场 也未必切了方平 二品排行榜前二十 魔武总共六人 除了方平和场上其他三人 还有两人 此刻也在现场 另外 入榜的二品舞者 还有好几位 入了榜单的 谁真怕了方平 方平 杨小曼喊了一声 朝方平摇了摇头 这些老生 明摆着 是想看方平的笑话 也顺带着压一压 这些大一学生 之前的全国交流赛一出 大一的几位新生 名气比他们这些人 要大得多 舞者也不是圣人 岂能没人极度不爽 一群一品舞者 凭什么比他们更受重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